本土疫情连续12天处在高原期 29号新增病例烧降7.6万多例 但死亡数字在创新高 145人不幸过世 进一步分析绝大多数都是80岁以上长者 也有70人没打过疫苗 不过打三剂仍死亡的多达43人 甚至比只打一剂两剂还要多 绝大部分都是长者的话 其实是一个警训倾向去可能感到 这一群就是未打疫苗的长者之后 引起死亡的机会 还是会比这个打三剂的来得高 没有打疫苗的染疫之后 死亡的比例是有三剂疫苗的六倍 好就是你的脸 然后你的快筛阳性的结果 然后跟健保卡 那我们三个一起做截图 以快筛取代PCR 数捷医疗量能奏效 统计全国急诊就诊人 次16号达到高峰 一天就有4万人次到急诊挂号 直到快筛阳心至上路 26号才下降到2.5万人次 至于全国专责病房 和专责家户病房收治人数 还在走高 但如果只看双北则有反转趋势 双北这边的收治住院的这个人数 看起来也在5月26号的时候 已经达到最高点 目前呈现一个下降缓降的一个情形 那至于全国这个IC5分 重症的收治可能天数会比住院来的久一点 所以他会到这个顶点 然后再往下降的时候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周 还有另一个防疫重点 是减少孩子染疫后引发重症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震撼地方政府讨论 要找寻热门地点来开设大型接种站 方便家长尽快为孩子补上对抗病毒的保护力 好心 大家新闻聆听叶宜林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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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